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张州最具价值的核心区 同时也是全中国大陆 第一个国家级的文化生态保护区 它具有老街情 慢生活 闽南味 民国风 台桥园的五大特色 同时在古城当中 最长最热闹的一条商业街 名字竟然就叫做台湾路 现在看看在张州所做的报道 张州古城地处九龙江西西北岸 多年以来一直是闽南地区的 政治经济跟文化重心 古色古香的红砖棋楼 是古城的一大特色 楼下是店面 内进跟楼上是住家 这是一种电错式的建筑 造就了繁荣的商贸 台湾路自古就是古城的商业区 虽然繁华不在 但仍然能够感受到它热闹的气息 我们现在在这里 是张州古城的核心区域 我觉得很特别的是 前面这条东西向的路 叫做台湾路 而这条南北向的路 叫做香港路 可以看到在香港路上 还保有两座非常珍贵的石牌坊 这两座石牌坊 都是从明朝万历年间 一直保留到现在的 在香港路的北端 有着张州著名的上书探花坊 他是明朝万历三十三年 由嘉靖年探花 后来担任南京礼部上书的 林氏璋所立的 距今有四百多年历史 整体工艺精湛堪称一绝 在这两座石牌坊中间 还有这样一条小小的打石像 穿过这条打石像 还可以发现一个全国之最 来来 我们往里面走一点 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区域 你看在上面 就在这个打石像里面 还有一个全国最小的空中庙 秦兰庙面积仅仅三平方公尺 秦兰在凡语当中是 僧秦兰摩音译的略称 他指的是佛寺 也指佛寺护法神 在这里则有守护古城的意思 秦兰庙虽然很小 却样样俱全 每天都有虔诚的信徒前来礼拜 两座石牌坊中的这一座 三世载二方 非常的特别 而且极具有代表性 我们可以看到在坊的两边 它是用洋人四立式支撑着坊顶 彻底的展现出在明代的时候 漳州越岗 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兴盛 漳州古城文物古籍很多 这是研究闽南建筑史 漳州发展史 闽台文化跟商业交流史的重要食物 在历史悠久的古城巷弄之间 小吃也是一大特色 煎得芝芝作响的鲜肉饼 还有Q弹的面坚果 都是当地人的最爱 每天都有不错的销售料 鲜肉饼讲究的是新鲜 现做 发酵过的面团 包裹着特调的肉馅 接着放进锅里去油煎 把所有的肉汁 完全封锁在面饼当中 看到这样金黄金黄一个个非常饱满厚实的肉饼 受不了想要试试看 而且是漳州传统做名的名小吃 谢谢 老板娘很贴心帮我把它切成小块小块的 里面的馅很厚 一口咬下肉汁在口中流窜 饼的部分是非常松软 然后很有弹性的 里面的馅的部分 有瘦肉 有肥肉 有青葱 然后不会太油 非常的咸 所以整体搭配起来 我觉得当早餐师就很舒服了 面筋果是老漳州人心目当中的古早味 他在2016年曾经入选福建的十大名小吃 面筋果的制作要考验师傅对于火候的掌握了 他会先用小木棍把姜要甩溅入尖盘 喂的是要做出酥脆外皮 那层馅料会有甜有咸 咸的一般是有韭菜 虾仁 瘦肉丝 现在做的是甜口味 馅料里头有桂花露 芝麻 花生 冬瓜糖碎末等等 在这个张州老街里面 我们看到一个就是非常非常香的一个小店 然后有刚刚吃的肉饼 还有面筋果 然后来的时候刚好老板娘在做一锅新的 现在我们在等 但是这个真的太好吃了 我觉得一定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现在在做的面筋果是甜的 对不对 它为什么会有这样子几层几层的 它原料是用了什么 我刚刚看你在那边好辛苦 那个是面粉 面粉 面粉 里面包的是花生麻 冬瓜 对它 等外皮煎到一定程度 可以把调好的果浆倒进去 面坚果就在锅里头慢火细煎 过程当中会散发着浓浓的香气 让人迫不及待地想尽快品尝 煎到差不多的时候呢 就把圆形的面坚果对半铲开盖在上面 这个时候令人垂涎欲滴的面坚果 就可以起锅 你看到外头已经聚满的人潮 在等着吃面坚果呢 如果这个干起来就更好吃 这有的更好吃 这已经非常好吃了耶 它的表皮是脆的 然后到中间是有一点点像那个麻糬的口感 可是没有那么黏 但因为含有厚度 所以你的嘴巴 你的感觉会觉得非常的丰富 然后它里面这个馅呢 大颗小颗 然后粗细颗粒都不一样 所以口感也是非常有层次的 最后一个 那个桂花露 我觉得跟冬瓜糖本身都有画融点睛的作用 第一个香气不一样 第二个口感不一样 所以拿手上这样吃吃吃 就会觉得甜甜蜜蜜的 然后非常的有幸福的感觉 面坚果的滋味真是叫人难忘 紧接着我们转往另外一间人气店家 要去品尝的是锅边壶 在锅水烧开之后 将米浆淋至锅边 不一会儿功夫呢 一片片锅边壶就制作完成 在这个张州老街里面呢 不管是建筑风格 或者是街坊邻居所用的语言 其实都会让人觉得 跟台湾真的还蛮类似的 然后我们走着走着后看到这一间 叫做锅边壶的 一看到第一个想到就是顶边错 因为好奇我就去选了一碗 结果就发现它真的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是还是有它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你看我这一碗锅边壶非常的丰富 因为这里跟台湾不一样的是 这里的锅边壶是 就是除了本身米糊的部分之外 你想要加什么料的话 是你自己挑选的 但是这个油条呢 是他们是很喜欢吃的 然后以前是拿来当早餐 现在就是大家经过的时候 或肚子饿的时候 就会来选一碗这样子的锅边壶 来试一试 然后基本上它在做那个米糊的时候 所用的方法 跟台湾的顶边错 是基本上那个原理概念是一模一样的 可是它做出来的感觉 跟我在台湾吃的相较之下 好像比较薄 比较不一样 我们来试试看它的味道 薄薄的 滑滑的 然后它的汤头很鲜美 所以就算先不吃这些料 然后光吃那个米糊 都会觉得很清爽 丰富的口感来自卤料 然后它刚刚有介绍我一个非常特别的 这个 它其实是把小肠一圈一圈这样子 塞起来 本来这么长 然后塞成这样子 像是甜甜圈一样 全部都套在一起 所以它叫做套肠 然后切开来之后 里面感觉就像千层饼一样 锅边壶以大骨汤为底 再依所好加上卤套肠 卤肉 卤豆干等等 一碗色香味俱全的锅边壶 就可以上桌了 吃起来是鲜肉的味道 但是咬下去的口感 其实有一点点像是日式的鱼饼那种感觉 然后因为它本身这个锅边壶的汤头很鲜 所以像这些料 沾上一点点汤之后 它会变得更湿润 然后不但可以保有本身就是食材的特色的香气 再加上这个汤鲜美的味道 所以真的如果一早起来 第一碗吃这个 整个人精神都会来 而且心情会特别的好 然后老板娘也说 当地的人喜欢加香菜 然后喜欢加一点点辛香料的 会加一点点胡椒粉 增添一点点不一样的香气 跟不一样的刺激感 所以我也有样学样来试试看 一碗锅边壶 传承着古城的老滋味 张州古城有着九街十三巷 三安二院 一株荣树不见天之说 但不管岁月如何的更迭 古城在闲事之中 依然繁华鱼韵游存 张州古城风情别具 下段节目带各位来到中山公园 体验不一样的人文景观 景临古城老街旁有一个中山公园 它原本是张州辅制的旧址 1919年改为公园了 这里是张州市民 尤其是老人家 最喜欢聚会休闲的地方 很多相聚的票友 来此地唱唱戏过过瘾 现在我们也随着外景队脚步 一起来走街串巷 领会当地的各式风情 张州古城是一座慢活的城市 走在老街上 可以感受到市民生活的惬意 街边上一群人 一壶茶 就能闲话家常 这就是张州百姓的日常悠闲 其实还没有进到中山公园的时候 我们就是可以听到 有人在唱戏的声音 我想这就是非常具有代表性 张州很出名的香剧 他们的爱好者剧 在这里的一个演出 好多人 我们去看一下 好悠闲 还要打牌 喝茶 中山公园曾经有一座老戏台 加上附近有香剧团 自然成为香剧的交流学习中心 没有了戏台之后 几支队伍就分别在公园安营闸寨 形成无处不是舞台的局面 演出者都是上了年纪的长辈 不管唱戏或听戏 大伙都在这儿找到了生活乐趣 来到纪念庭映入眼帘的是 孙中山先生的三名主义遗训 我们现在在的这里 是张州的中山公园 千年以来这里一直是 张州的州陆扶属所在地 在1927年的时候 北伐军东陆军将这里 正式改名为张州中山公园 所以现在来到这里的时候 还可以看到由何一清将军 所留下的中山公园纪念亭记 中山公园纪念亭记碑文 记载着东征军进入张州的光荣时机 长边一抽 陀螺飞转 这是中山公园当中的另外一种风情 但跟一般的打陀螺可不一样了 这叫做抽陀螺 用一公尺长的鞭子 往陀螺中心凹槽抽打 除了有趣 同时还能锻炼身体 公园中有各式各样的文化遗存 像这块废石可是大有来历 是古代百姓用来及时鸣冤 它跟国父同像形成呼应 另外这块奉献式敬碑 明文规定当年居民的生活规章 公园外也是一处美食天地 由于公园前身就是张州府衙 所以古街呢 就叫做府前街 小店多以府城为名 像这家老牌肉粽 料好实在 每天的销量可惊人 离开张州古城 外警队朝着张州知名的古刹 南山寺前进 一个不小心呢 竟然误闯进入这座新盖 在南山寺旁的城隍庙 既来之则安之 深入了解才知道 这一代呢 正进行规划 希望打造成一个更具内涵的风景区 南山寺的原名叫做豹渠苑 是唐开元年间太子太父陈庸所建造的 一直到明代才改称为南山寺 至今有将近一千三百年历史 这是张州八大名胜之一 南山寺是典型的汉传佛教寺庙风格 沿着中轴线前进 分别是天王殿 大雄宝殿 藏经阁 天王殿当中奉祀一尊 孝银八方克的弥勒大佛 早期是泥塑的 后来被洪水给毁坏 现在是水泥塑造 为古今所少有 过了天王殿就是大雄宝殿 正宗供奉的是三宝佛 但大雄宝殿并没有对外开放 只能身着海青的僧侣 才能够进入参拜的 南山寺自明代起 它是陈宗 灵济宗 贺云派的发源地 清末明初 四僧相继出扬 造就东南亚很多寺院 归属贺云派 至于大雄宝殿后方的高坡上 则是陈泰富池 相传它就是当年陈庸的故居 然后南山寺会发现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在大雄宝殿的后面 有一个陈泰富池 原因是这样子的 唐忠忠年间陈庸原本是太子李隆基的老师 李隆基登基之后呢 他便被封为太父 可是陈庸跟当时的宰相李陵甫不合 于是就被贬到了福建 来到了福建之后 他看上了这块地 就开始新建起了自己的府地 可是建筑的规模跟气势 已经违反了当时的规制 就被人密报回朝廷 说他在这边新建皇宫意图谋反 这个时候陈庸非常的紧张 而且苦无对策 他的女儿就建议父亲将宅院改建为寺庙 自己也替法维尼 于是一家人就避开了灾祸 后面的小姐楼呢 就是陈庸女儿当时的规房 后来也改成了修真进室 金娘小姐血法维尼之后 曾经被皇上封为金花郡主 南山寺历史悠久 文化内涵非常丰富 除了大石佛 白玉佛 大同中 先写所书的《华严经》 玉次的《贝叶经》这五宝呢 木雕长廊也是一大特色 它以漳州著名的《红木雕刻》而成 当中内容是叙述 释迦牟尼佛出生跟求佛的经历 还有佛像众生图 精湛的工艺让人是赞叹不已 木偶文化是漳州的一大特色 从制作到演出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下段节目一起来了解 说到木偶头的雕刻 漳州的徐竹初老先生 是一位国宝级的艺师 这趟外警队很幸运 拜访了这位国宝级大师 徐老先生已经年过八旬 还相当硬朗 雕起木偶头来 伸手比年轻人还利落的 现在造访这位和而可亲的国宝级的艺师 漳州乡城区的府城 是国家级历史文化街区 这里平起了拆旧建新的改造模式 主张修旧如旧 并且注入本土的文化元素 让整个区域国宝云集 古街区就这样热闹起来了 木偶雕刻世家传人徐竹初的艺术馆 就在街区的义渝 展示着老师傅的各式经典之作 徐大师从小就随着父亲学艺 多年下来继承发展 创作了六百多种木偶造型 不管是提现木偶 还是众人所熟悉的布袋细偶 无数的木偶 在徐大师的桥手下获得生命 各个面目不同 性格迥异 不仅台上能演 台下更惊看 徐大师一直在摸索 如何把这项民间艺术 变成一项产业 徐竹初木偶艺术馆 便在这样的机缘下诞生 这里除了展示木偶 还呈现木偶的制作方式 融合了展览 表演 行销等功能 以馆为场 宣扬传统的木偶艺术 让这个有两百多年历史的记忆 得以心火不灭 当时我们开店 前面开店 后面制作 有一些电号 都可以查到 我们当时从清朝 嘉庆年 大概有三百多年 到我已经是第六代了 徐家祖辈以雕刻根买卖佛像 还有木偶为生 由于布袋系在当地的普及 成为人们生活当中 主要的娱乐形式 木偶的需求因此就提升了 最早的时候 按照我们当州 有一些传说 还有一些资料 大概是唐朝 唐朝当时来说清阳光 我们当州 江州是清阳光来的 清阳光是河南 河南来的 那现在去河南出土的东西 在唐朝的时候 就有一些木偶的画面 木偶的形象 它的表演形式 跟我们这边基本上很相似 还有比较普及的 现在有文字记载的 就是在宋朝的时候 当时师父朱熹 在我们这边当知府的时候 就下了一道禁令 就在七月鬼节 竟然这个木偶市 那为什么竟然呢 因为我们专注这个七月份 鬼节是一个月 每一天轮流一个街道 所以避养这个木偶市 所以这个老百姓 包括很多农民 都跟着去看 今天到这个街道 明天又到那个街道 所以一看就到天亮 过去也就是天亮的 所以这样子来说 影响到龙和 所以他就是说 下了一道禁令 在七月后 竟然木偶市 由此可借木偶系 在漳州人心目当中的地位 因此木偶被称为是活的文物 东方艺术的真品 让人看了爱不释手 一件好的木偶精品 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木偶来说 同样是一个木头 但是如果刻得好 造型得好 会喉咙喉下 所以有一些专家 苹果的木偶是以形解形 所以买一个木偶 都有它的个性 都有它的这个不同的性格 不同的表情 因为为什么这样子呢 因为我在集团这么久了 买一个基本出来 我们总是要分析一下 这个人物在你这个基本当中 耽误着什么角色 什么性格 就是要了解 我的这些造型的来源 主要的是以我们中国的四大民族 《西游记》 《红罗梦》 《山阁》 《水湖》 以及这些形画当中的小说 所以我除掉了看小说之外 还喜欢听说书 过去我们三周都有这些说书 我们小孩喜欢听 听故事 同时也喜欢看戏 作为一种参照 各式各样的生活历练 让徐大师的脑海当中 有着各式各样的人物形象 加上继承祖辈的精湛雕刻手法 碰撞出独特的木偶风格 在大师的巧手下 每尊木偶 神态活泼 性格鲜明 戏曲的声淡静莫丑等等各行当 都相当的齐全 顾名思义嘛 是木偶 就是用木头雕刻的 在外国木偶 有的用纸的 有的用布的 用泥的 用其他的材料 那我们这边纯粹就是木偶 木偶我们主要是 搬着本地的一种木头叫粘木 所以这种粘木有几瓜庙好处 一个来说是本地产的 取材容易 另一个来说 它会香味有粘乳的香味 所以我们这个布袋木 要所操作在里面 有时候夏天经常会流汗 流汗有时候就会臭的味道 有一种臭味 但是有粘乳的味道 它会吸收 另一个来说 不容易新虫 不容易新虫 所以我们有的 三百年 几百年老的 传下来的木偶 现在还好好的 这个一个 还有一个这种木头 不硬 也不松 刚好是属于终点的 比较好刻 制作一个精致的木偶 非常不容易 要经过十多道工序 如果初胚 如果光刻胚 大概可能将近一天 半天多一点 那这个刻好以后才来细修 那花的时间会长一点 总共的一个木偶 从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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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刻完 到了这个修剪 一直三彩到专树 大概普通的要三天左右 每一道工序 大师都非常讲究 从选木 刀工 到最后的上漆 每一步都不能马虎 这样的坚持 让徐大师的木偶 可以在自然条件下 保存上百年 仍然鲜艳如新 同时不会掉色 还不会变形 我们想用的就是自己配的原料 是属于矿物质的 还有一些颜色 都是国化原料 国化 像那个亭黄 珠沙 什么绿青 这些都是国化原料 这些原料有一个好 它永不变色 永不变色 还有这个比较细密 和比较好 除此之外 木偶的脑袋里头 还装设有机关呢 你看 它就很滑稽 它会动 它就会动 它就会动的 这个动的机关是怎么做的 机关是两个木头 我拼在中间有一个竹子穿的 因为布袋剂 我们是用手的 对 你看 动一动 真的耶 这样一摊开它就动了 一盒下来它就 这样好像老人家没牙齿 在咬东西啊 这样的巧思 让木偶更加的传神有趣 在徐大师的偶然世界当中 每一尊它都投进心血跟感情 如今木偶雕刻记忆呢 已经迈入第七代 显然木偶的故事 会继续不断地传承下去 这是台湾人所熟悉的原住民舞蹈 因为战乱的关系 竟让他们在漳州落地生根了 下段节目一起来了解一下 这段带点感伤的历史 在中国大陆国家级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中 竟然还排有高山族的 拉手舞这个项目 而且呢就在漳州 这让外景队感到十分好奇 漳州会有高山族吗 它是否跟台湾高山族有关呢 现在是在细雨纷飞之中 我们展开了漳州高山族的探索之旅 漳州华安县境内 山林耸制群山重叠 丘陵地上种植的作物 大多以茶叶为主 这样的背景条件 跟台湾的山地作物十分雷同 这也让华安成为高山族 最集中的羡愿 台湾原住民旧称高山族 早年因为战争原因 从台湾争调不少壮丁来到大陆 随着战事的发展 少部分高山族人 落脚在华安境内的深山里头 最后在当地娶妻生子 形成福建的少数族群 我老婆以前是当兵过来的 台湾当兵过来 再去山东那边打仗 然后在南下部队 他就去南下部队 高建国留着阿美族的血统 他的父亲叫高文贵 是在1937年被日本人 争调到山东去打仗 结果在一场战役当中 溃败走失 一行的原住民战友 在走投无路之下 一起投靠了八路军 最后就辗转到华安落地生根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缘分 在福建的华安竟然可以碰到 就是高山族就是我们 台湾所说的原住民 不过我很好奇 为什么高山族会跑到福建华安来 我算是高山族的第三代的 那你知道你自己是在台湾 算是什么族 哪一个区域吗 有 这个爷爷小时候就跟我 跟我们就原成身教跟我们说过 就是说我们是 那就是台湾原住民的阿妹族这一块 这边高山族现在有 整个华安线35户 高荣华是高山族拉手舞 这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第三代传承人了 他还跟着广东师傅 学了一首包仔饭的好手艺 他们就在华安城区 开启自己的店面 店名就叫做高山族包仔饭 生意相当不错 那回到台湾之后都进行什么样的交流 还是有去探亲之类的 有啦 就是相当就是文化交流之类 跟台湾的原住民啊 还有我们这边过去 然后大家一起就是共同交流 共同探讨 共同学习 那有没有亲戚还在台湾 有 有 有 台湾那边还有亲戚 算是我父亲那一辈的 他们那些兄弟姐妹都还健在 那有时候过年过节大家 有时候还有电话沟通 视频聊天这样子 不管环境怎么改变 唯一不变的是高山族文化 在华安得到永续的传承跟发展 如今在华安 我们经常会看到高山族舞蹈队 翩翩起舞的情景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缘分 在宋坑村跟高山族 也是原住民的朋友一起在这边 然后刚刚还看到我们 非常熟悉的舞蹈 你们都是第几代 第三代 都是第三代 那像刚刚那些歌舞是怎么学的 以前老一辈的也有讲 然后后面也有一个老师过来教的 他教了你们些什么 有拉手舞啊 抛陀螺 还有那个三地情歌的 是 为什么会练打陀螺 以前老一辈的都有玩过 所以我后来慢慢教教 现在都有学 都还是有学 对 两岸文化在此地热烈交融中 刚打陀螺难不难 很难 你练了多久 练了半年了 会很大的力气才能扔得起来 对 所以没有浪费你这一生好身材 对 其实你们当时就是把这个歌舞练起来的时候 也是跟一个从台湾来的老师学的 对不对 那他跟你们之间的交流 有没有就是觉得很像自己人亲切的感觉 有啊 他们比较豪放吧 对我们也挺热情的 也挺热情的 对 会不会觉得自己身体里面有一些基因 有一些那个因子又被他挑起来那种感觉 有 有 拉手舞现在已经是国家级卑物质文化遗产了 当时是怎么样去申请到这个国家级卑物质文化遗产 大家的努力 有时候闲暇之宜 有时候说 大家也参加了省里面 市里面 还有包括参加全国的民营会 然后把这个高山族舞蹈那个名气慢慢的壮大起来 然后后来就是通过大家共同努力把这个高山族这个拉手舞 给他申请示意 给他申请下来 那这里的拉手舞跟台湾的原住民的舞蹈一样吗 都是一样的 都是同样的传承 逢年过节的时候 大家都是聚在一起 就是喝点小酒啊 拉拉手啊 跳一下拉手舞这样子 如此特殊的两岸情谊 让华安成为一处文化旅游景区 除了高山族 华安土楼呢也是当地一大特色 像这栋二仪楼是目前世界上仅存单体最大的圆形土楼 外环有四层 通高16公尺 一共有213个房间 取名二仪有着一山一水一家一室一内一外一兄一弟 一子一孙一文一武的意思 开机组为蒋世雄 在安息 张平等处呢 开荒墾地 累积财富 在娶妻生子之后 为了后代子孙 他建了一处舒适的家园 风水上它这个整个土楼的地流一直叫蜈光兔朱 祖宗本身会看地理 这个地是他本身看中的用产给别人买过来 整个土楼的地流一直叫蜈光兔朱 后面那山叫蜈光山 这个土楼然然代表朱 所以才给它称为蜈光兔朱 现在还住了60人15户左右 土楼至今保存完好 仍然有蒋世家族聚居着 一个是规模大 这个总建地变技术母地 一个是年代久 它是清朝乾隆年间盖的 乾隆五年动工三十年才落成的 盖了三十年才落成 为什么会盖那么久才落成 以前没有汽车印书 都用云工的 盖三十年才落成 落成到现在已经有238年的历史了 第三个它这个土楼跟客家土楼不一样 这边属于宏兰的 一般土楼都是通廊式的 我们这个土楼既是通廊式 有单元式相接合 它是分清两环 内环平房这间做厨房用的 外环是四层的 外环四层一楼到三楼都不开窗 到四楼才开窗 外墙的厚度特厚的 外墙的厚度是2.53米 楼高是16米 直径73.4米 第四个是里面的壁画才会多 文化那也很高 很多的西洋画半楼体画都有 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又有一些西洋画 它就是这个祖宗以前有旅玩过 带回来的外国那些西洋文化 这些特殊的壁画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见证 根据统计 二仪楼一共有壁画226幅 它不仅建筑美 文化内涵也丰富 再来一个是上面这些报纸 都是1928年到32年的 麦克文里面的报纸 这些报纸就说明早期 祖宗有刘洋带回来的外文报纸 二仪楼在建筑格局上是一统世界无贵贱 平分空间无大小 所以能够凝聚家族力量 它在结构上也颇具巧思 像这个泡茶用的火炉 考虑到屋内用火的便利安全 墙上的灯火座除了有照明功能 还可以当成电脚用的 方便爬上屋顶去维修 这处处都展现仙人的智慧 船星孔那个是喊门的 相当现在的门铃 一套一个 它十二套 它有十二个洞 每个单元都有 自己喊自己的 比如你住在这一套 你自己喊自己家 外面小里面大 那种都是像喇叭 扣音一样 外面小里面大 很大 再来一个就是在这个摆文出去 有一个平时是做全排水锅用的 关键又可以做暗道用的 即使排水道又可以做暗道 高度有一米二 下去半吨都可以通出去 一通通到河里面出去 大概有两百米左右 即使排水道又可以做暗道 所以它这个楼是什么都设计到 门顶上的泄水漏砂装置 可以防止土楼被人火攻 二一楼呢 不仅遵循了天人合一的东方哲学理念 更有风水的建筑规划 正厅式祠堂 供奉着开机组蒋世雄夫妻 楼外的三岩井寓意着连续三代 都能中榜野 二一楼的种种设计 都是福建众多土楼当中所少见的 拥有土楼之王的美誉 欣赏了华安当地蒋世家族的二一楼 不妨来到早期台湾鲜明的祖籍地之一 有着土楼王国美誉的南静县 体会当地各式的土楼风情 南静是世界文化遗产福建土楼的故里 在土楼身移成功之后 便以云水瑶之名树立品牌 将原本长教的村民借着电影之变 改名叫做云水瑶 这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老村落 最引人注目的景观就是一座座 新罗旗部的土楼 根据统计 从元代开始兴建的土楼 至今保存完好的还有53座 沿着古道前行是一排有着 数百年历史的老街区 其中有一棵巨大的千年老榕树 这棵位在西岸边的老榕树 树干非常粗壮 需要十多名壮汉才能核爆 树冠覆盖的面积更广达三个 网球场的大小 这座河贵楼是福建最高的方形土楼 一共有五层 第一层是厨房 第二层是古仓 三到五层是睡房 取名和贵 为的是劝敬世人弘扬以和为贵的 中华传统美德 这一根目的 深历史 中华传统美德 粗包老旅行春寶 老宝出贵 徒包老旅行春寶 这是一首流传十几代的 何贵楼歌 反映土楼 简姓主人家 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还有对后代子孙的祈愿 因此家族对教育非常重视 在土楼当中设有学堂 后代子孙也没有辜负先人的期盼 出过进士 一路关至兵部尚书 或是两广分寻道 不过是两广分寻书 踩一下有这个弹性 软软的 小姐 你感受一下 你跳一下弹性就很大了 他的那个石头跟他的那个地 会有一点点就是下去弹起来 下去弹起来的感觉 对 所以你一直拿这个是撑着吗 你用这一根的柱子都可以往下插 你想插多深就可以插多深 下面是什么 下面都是沼泽 沼泥 烂泥沼泽 所以何贵楼这么大 这么高的楼层 是建在一个沼泽地上 对 何贵楼底下用松木打桩 打这个排桩 专家考建叫玄弧建造 何贵楼建在上面 松木上面 叫玄弧建造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根 然后下去测测看地 是不是 就是有多么软 沼泽地多么深 那我们来试试看好不好 当年因为有高人指点 说这里是一块风水宝地 但是一块沼泽地 在沼泽地上盖房子是难以建楼的 所以当时是采用了耐泡水 又经久不朽的松木当基底 这是何贵楼的第一棋 第二棋是土楼有两口水井 一口清澈如茎 一口混浊不清 被人称为阴阳井 另外还有墙体高厚度的比例 达到13比1 接近生土建筑的极限了 以及楼包错 错包楼的奇特结构 这些现象让何贵楼有着天下第一棋楼的美誉 在土楼顶层还有一个奇特现象 眼前是一纸棺木 土楼里头60岁以上的长者会为自己准备棺木 因为闽南语当中的棺材 跟棺材两字同音 有着福禄寿的象征 文化传承跟品格教育 就在无形的潜移默化当中 避应着土楼里世世代代的简家人 张州是闽南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也是著名的鱼米跟花果之乡 而且还名列中国大陆的田园都市生态之城 它的生态竞争力位居全福建第一 更因为当地的土楼跃升为世界文化遗产了 而且它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城市之一 未来在一带一路的带动下 它的潜力不容小觑 节目谢谢观赏 再会祝福各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